来我们来看看这道题 在实际做题的时候 我们直接通过给定的这棵树 来匹配每一个选项 就能进行一个快速的判断 如何进行快速判断呢 比如说以A选项为例 将每一个序列按顺序进行逻辑上的判断 是否符合要求 什么叫做逻辑上的判断 两点 第一点是你的二叉排斥数的特性 左小右大 这是一个逻辑要判断的点 第二个点 你要判断 比如说在1这里 421 我们在途中直接找到1 你在往上从根结点到找到1的这个过程中 所经过的所有路径的节点 是否都是你前面的节点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判断呀 因为你的二叉排斥数是不是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你在插入的过程中 是不改变之前节点的位置的 那么你在输入到这里的时候 如果你的路径上有现在尚未出现过的节点 那是不是说明和你这个图就不符合了呀 因为你是不可能直接跨越你未来输入的点 然后到达你当前的点的 懂我意思吧 比如这个低选项就是一个反例 4 5 1 我们来看右边这个例子 4 没有问题 5 没有问题连着的 这时候输入了一个1 是不是直接跨过了你图中的二号节点呀 而你的查找的顺序是不是421呀 而你的2是在你的1的未来输入的 是不是不可能产生图中这种情况呀 好 这是我们应试的一种做法 实际做题 最常规的做法 如果什么都想不到 就把ABCD四个选项自己画一下就可以 那么这道题就讲到这里